謝謝 謝謝蔡惟有請部長 好請部長 終於太空發展反潮案送來了齁 您再說太空發展反潮案基於五項國際公約 而且科技部內部針對法規架構和內容進行討論 並且多次跟專家學者研修外國的立法 還有參考大院委員提出的版本 而且還經行政院多次的跨部會協調討論之後 完成了草案沿您送請大院審議 但是據我了解我非常不以為然 因為我們如果按照2020年2月 晉升公司在台東南田部落四合火箭 引起了原住民的憤慨 而今年才2021年4月8號不到一年的時間 部長你覺得這個法案非常完整嗎 也非常嚴謹嗎 我不以為然齁 我們再來看一下2020年的2月 就是因為晉升公司 非常粗暴的在台南 台東的南田部落四射火箭 引起我的族人憤慨 然後呢他就中央跨部會 進行了兩次的協調 然後希望能夠幫這位所謂的私人的晉升來解套 找到可以發射火箭的土地 但是因為沒有法源 所以一直不能夠搞定 結果呢為了要解決這個法源的問題 半年之後科技部 你們就把所謂的太空發展法的草案送進到了行政院 而且又過了半年行政院就把這個草案送到了我們的立法院來審議 今天我們就在談這件事情 而這樣子立法的效率我真的實在太羡慕了 我覺得非常的飛快 對於一個原住民的立法委員在立法院20年了 我們看到有關原住民的自治法 土海法 健康法 學校法 還有轉型正義等等的法案 到現在我們根本看不到行政院的版本 可見這個晉升的後台這麼硬啊 一碰到問題我們的政府馬上就全體動員起來 不到一年的時間就在立法院要幫他解決 好的也沒關係 既然大家對太空發展那麼關切和重視 當然也不是壞事啦 但是我們也必須要承認我們的太空立法 起步已經非常晚了 我們看一下 日本的宇宙基本法2008年制定通過 韓國的太空發展推廣法2005年制定通過 美國為了爭議性的太空採礦權 而制定新的所謂的商業太空發射競爭法 也在2015年通過了 所以如果我們要彌補這個立法時間上面的落後 我們是不是就應該要從效率上面來彌補回來 所以我認為我們這個所謂的太空發展法的主管機關 它必須是一個能夠發揮部門政策全面整合的單位 但是我們看一下行政院的也就是科技部你們提的草案呢 他們的主管機關科技部執行單位 還只是一個專責的法人機構而已 我們再來看一下 日本制定的宇宙基本法 它是直接把原先屬於文部科學省的宇宙活動的主管權力 收歸為首相來掌握 我們在看韓國的太空發展推管法 它規定要在總統之下 直接就設立國家太空委員會來籌設太空事務 就算是美國多年來的太空活動 還有他們產業的主管機關是所謂的運輸部 但是面對近年來 越來越激烈的私人商業太空競爭 美國的總統歐巴馬還有川普 他們都直接介入太空政策的制定和推動 我們看一下這樣比較下來 我們不但是輸了時間我剛剛說的 更輸了太空發展的政策決斷還有執行能力 人家是由總統或者是首相來主導太空發展的政策 而我們的草案呢是交給科技部 你來籌劃 然後由專責法人來執行 中央的角色 指象徵性的出現在第14條的政策宣示裡面 請問這樣的法案 要怎麼樣讓我們的太空發展的國家隊趕上進度呢 還有其實太空發展法我看起來 因為剛剛其他委員都提了我們感覺好像只有名字很好聽 這個法案我們看的裡面其實我認為是在打假球 我認為一切都是為了晉升這家私人科技公司量身定做 為了要方便他試射火箭而已 否則為什麼連太空這麼關鍵的名詞 在我們所謂的太空發展法裡面都沒有定義呢 是不是只是為了要補助晉升或者是未來的民間公司 要做那些非不過100公里卡門線的火箭試射 然後才放這個所謂的太空發展法嗎 好我們講到火箭試射 那我們就要必須講到火箭的發射場了 在行政院的版本裡面的第三條第六項 發射的場域你們草案的條文裡面對發射場域的定義是指 專用於發射載具也就是講火箭的發射場所 部長你也沒有否認說未來可能會有所謂的火箭發射 然後你們的第五條主管機關掌理事項的第三項提到 發射場域的統籌協調也就是科技部 第十二條提到主管機關要協助取得設置 發射場域的所要用地 所以我們看到行政院版的版本在發射場域 這麼重要的議題上面 竟然只說統籌協調協助取得用地 你們卻不願意為了這麼重要的太空發展的需要 承諾要建造一個符合國際規格 核適安全的固定的國家發射場 這不是很奇怪嗎 我更要提的是世界各地的火箭發射場 在發射的過程裡面 他們已經產生了一系列的環保問題 例如火箭燃料在發射的過程當中 它所產生的重金屬 氣體化學物質還有酸雨的問題 包括火箭墜落的殘骸 它所釋放的毒化物污染的問題 還有發射場域對於水源的重金屬污染的問題 這些問題各國的科學家都已經有了科學研究的證據 連聯合國環境署還有世界氣象協會都出版報告 提出了警告 但是我們行政院的版本卻沒有任何的對策 另外你們草案的第六條說 太空發展應該要尊重國際公約還有相關的規範 而你們條文為什麼只用尊重這樣的字眼 而不是用遵守 是因為我們不是聯合國的成員嗎 所以我們沒有必要遵守國際公約 請部長針對我提出的事項來做一些說明 第一個這個絕對不是為了晉升公司來設了一個太空發展法 第一項第二個就是這個尊重國際公約 這是一般大家的這個用語 應該是沒有錯的 然後再來呢 場域的發射 既然未來還有火箭的問題升空 那對於環境的問題 你們好像似乎都沒有談到 那個場域的發射相關一定會 我們環保署會來介入 會這個遵守我們環保署的一些環保署 好啦 我希望不到一年的太空發展法查案 這麼草率的進入到立法院 我在這邊要見請我們的兩位招委 尤其是今天排案的招委 像太空發展 這麼樣攸關國家的發展 這麼重要的一個法案 而且它還有涉及到環境污染的問題 我們是不是不要急著逐條討論 科技部你說 你們有跟專業的專家學者充分討論 據我了解並沒有 因為你不到一年的時間 所以我的建議 這麼重要的一個法案 是不是我們來開個公聽會 讓更多的專家學者提供建言 因為我認為現在的行政業這個版本 你們除了火箭發射的具體業務之外 有關太空發展的願景啦 或者是政策性的宣誓 跟我們執行了30年的太空計畫 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我認為我們有責任也有義務 要更嚴謹的來推動所謂的太空發展法查案 我在這邊希望部長還有兩位招委 你們能夠聽進去 謝謝 好 謝謝高經緯的請